你是说什么 行动弹在马来人的心目中 是 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现在越来越是难化的话 那你觉得行动弹要怎么样 这个其实是国家的不幸 你问我的话 马来西亚的立国精神 你问我马来西亚最珍贵的资产 并不是KLCC 不是金融波国际机场 也不是任何宏伟的建筑物 马来西亚最宝贵的资产 就是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 和平共处 互相尊重 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彼此之间共存共荣 存异求同 求同存异 然后大家一起同舟共济 这是马来西亚唯一的深入 也是正确的方向 如果你把马来西亚变成伊朗 我们就不再是马来西亚 所以今天只有我始终那种同意 美国这个我背后这一个民权斗士 马丁路德金也曾经说过 只有破产的政治人物 才会用种族和宗教来作为政治资本 行动党要怎么办 行动党要怎么洗牌 我们一路来就是被乌统和伊斯兰党 妖魔化 多么多年来 RTM DVD 这个五度三都成为了他们的帮凶 我们的确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会继续走 走这个八个字 也就是坚持多元 拥抱中庸 坚持下去 我们相信终有一天 开明的马来人 会能够了解到 行动党的路线 是最适合马来西亚的路线 任何的极端 无论你是宗教极端 种族极端 都不适合马来西亚 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不要忘记我们的旅游口号 马来西亚 Truly Asia 马来西亚 亚洲魅力所在 魅力在哪里 就在于我们的多元文化 多元美食 多元旅园等等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的珍惜 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华人都好 也希望能够有 我们身边的马来朋友 我们要尽量去灌输 他们正确的价值观 确保我们每一次看事情 都能够以 马来西亚人的 这个观点 作为出发点 这是我的期许 所以我们会进行 更多的这个 走路民间 秉承着 从群众中来 从群众中去 的这个精神 发挥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 这一个路线 确保更多的 有族同胞了解 因为我看到 其实 虽然有很多 马来同胞不解 可是前几天 我也看到了 这个线上 有一个马来社会的 Dans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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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加入了 民主行动党 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 正面的现象 我们希望有更多 开明的马来领袖 能够看得到 多元种族 政治的重要 而放开 这个单元种族 单元宗教的路线 这个是 希望今晚能够 跟大家 共勉之 中达都所说的 你我一家 马来西亚 无论我们是什么种族 我们应该都有 我们都是一家人的 这个精神 马来西亚的今天 我们的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 事实上 就是马来西亚的优势 这个是我们 必须认同的 我们因为有这种 多元文化 多元语言的 所以我们精通 华文 英文 马来文 还会讲 也会福建话 也会 广东话等等 这种多元语言文 文化的 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使到我们走出 马来西亚 走进五湖四海 马来西亚 都有这个竞争的 这个优势 而最重要的就是 各族之间 必须要进行 更多的谅解 包容和匡容 这种种族之间的亲善 不要受到 正棍的炒作 才能够使到 我们马来西亚 更加的强大 创造更好的马来西亚 要记得一句话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We are stronger Together 只有我们当一起的时候 结合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的力量 打造一个 马来西亚民族 我们走出国门 我们都以 马来西亚人自居 我们都以 身为马来西亚人 引以为荣 现在已经通过 就是这个 Norning Bin Saleh的案件 当时呢 就是因为 反回教党议员跳槽 所以呢 回教党的州政府呢 当时就提出 在州议会通过 可是很可惜的 这个反跳槽 州议会通过的 反跳槽法令 被带上了 这个联邦法院 当时的最高法院 就宣判 这个反跳槽法令呢 违背了 联邦宪法 第十一条文 就是 人民的 自由建设 的这个自由 违反了宪法 因此被判呢 在法律上 是无效的 所以呢 我向全国观众朋友们解释 为什么西蒙呢 在当时执政 22个月的时候 没有提出 反跳槽法令 因为一旦要提出 反跳槽法令 你一定必须要 修改 马来西亚的 联邦宪法 而要修改 联邦宪法 在国会内 就一定要拥有 超过 三分之二 或者是 148席的 这个国会 议员 支持 才能够以三分二 多数票通过 否则 即使国会通过 这个新的法令 没有修宪 它一样的 是在法律上 是没有效的 所以呢 让我向大家解释一下 免得有很多人误解 以为说 为什么西蒙当时 不提出 这个反跳槽法令 所以 我们的立场 始终是很坚定 就是 一旦凑住人数 有三分之二 我们就应该 为了捍卫民主 尊重民意 确保人民手中的一票 神圣的一票 没有摆头 国家一定要通过 反跳槽法令 甚至于呢 仿效其他国家 通过议员罢免法 这个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一旦议员跳槽 你从行动党 跳去马华 马华跳去行动党 你的议息自动咸空 选委会即刻进行补选 让还政于民 让人民可以重新 公审这个跳槽的议员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方向 所以我们希望 将来能够有三分之二的议席 能够一鼓作气 修改宪法第十一条文 然后让我们这一个 马来西亚将来 不会再出现政治青蛙 免得这个政治青蛙 这个持宠身交 尤其是目前为止 各个身交肉贵 我相信啊 黑市市场 要跳槽的议员 应该现在是 身价水涨船高 可能市值还高过 达斗雷志雄 公司的这个股票 这个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不健康的现象 必须要即刻制止 还政于民 尊重民意